这扰乱人心的手法 老爷 你敢不敢再陪我冒一次险 有劳各位了 各部使者都没有什么意义 都以为这些 就是自家族长的亲笔书信 就连那墨南郡主 都以为他收到的书信 就是疑难所信 他们已经确认 阿师洛布陈兵西境 应该这两日 就会动身离开查安了 想识杨统领到了 跪 跪 跪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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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 你这个叛徒 打得挺狠哦 如此歹毒的叛徒 竟然联合阿师勒布谋害我 再令我毁掉河盟 人我今天先带走了 对了 里面那桌书信 全都是伪造的 你们拿去吧 不 好 看看 真相cie 你带到你 你掌握了 这下 sava 六千里 你香蝶子 要给你 找了 衣服 你 为什么 我去 船 他去 新冽 他去 他去 到底又做什么呀 为何一大早就把我们撬过来 阿什勒布 要真的出兵共打怎么办啊 是啊 你说现在关着我们有什么用啊 要是真让阿什勒布 端了我们的部落 家破人亡 我们还合什么谋啊 各位使者大可放心 阿什勒布出兵的消息是假消息 假消息 公主 您说的假消息 是什么意思啊 阿什勒布并未出兵 也根本就没有攻打大漠的打算 把人带进来 他是铁乐布的知悉 他没死啊 他没死 他就让他活着 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回事啊 你没看见他亲眼促剑 各位 我是芝西 我没有死 这个赤和 他早就被阿什勒布的人收买了 出使大唐以后 他被一直缩拾我 让我反对结盟 为了破坏结盟 他竟然还想要我的命 若不是漠北郡主 恐怕我真的早已经成了冤魂 莫北郡主 这么晚了你有事 请无数 我长话短说 阿什勒布强下毒 取你性命再嫁祸于我 从而死毁大漠各部与大唐之间的和盟 什么 一派胡言 使者不必线下论断 我是否胡说 你明日便吃 这味药 吃下去会口鼻流血 跟中毒死亡的症状是一样的 但是不会害你的性命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只要明日有人取你性命之时 你便会明了 至于这药你到底要不要换 你自己看着办 即便你说的是真的 那你为何要帮助我 我不是在帮你 我是在帮整个大漠 如果没有大唐这个靠山 我们永远只会被阿什勒布牵着鼻子走 其实一开始 我也不信墨北郡主的话 但是谁知道 第二天竟然真的如郡主所说 直隙ฟ Aurum 您的是女近日身体不适 让我过来帮忙送下早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否则想想你的弟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 赵哥 他让我 毒死窒息 嫁祸你 破坏联盟 太恶毒了 为了破坏联盟 他竟然草菅人命 既然他威胁你了 那你就照办 免得他日后为难你 可是 没关系 我有办法一家乱臣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 绝对不会让你出事的 只要先让窒息假死 时候再澄清即可 那窒息会愿意假死吗 只能赌 不过 我赌他坏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我也不相信这一切 我之所以一直隐藏着没有露面 就是想看看阿施勒布 还要搞出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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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